最近新买了一台电脑 自己组装的 已经发过很多视频了 有很多感想 让我想到了 我第一次配电脑的 那个时候的情景 勾起了很多回忆 做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现在是在逛北京的 通州区的滤姓公园 作为背景视频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7号 很巧啊 我的第一台电脑是1996年的7月 好像是20几号 不是21号 就是27号什么的 也是个夏天 也是个暑假 那时候我上高一升高二 我当时买了一台电脑的配置 是奔腾100 内存好像是8兆 没错 就是8兆 不是8G 硬盘好像是一个G的 是昆腾的 还是细节的 忘了 显卡是1兆的险存 那时候玩游戏 玩的是DOS游戏 还没有Win95 还是DOS6.21 还不是6.22 那时候我是知道Windows95的 而且有中文版了 96年是有中文版的 因为微软在那时候 做过很多的广告 包括情景剧 那时候我就心心念的 特别想要一个Windows95 于是在电脑城 直接买了两张工具盘 那时候光盘是30块钱一张 在北京海龙 那时候还没有海龙 也就是海龙那个位置的南边 叫什么太平洋 还是什么地方装的 当时因为我不懂电脑 父母也不懂 后来托我爸爸的同事 找到了我们县一中的计算机老师 跟我们一块去的 这是绿星公园的全体图 是一个海星 准备转一圈 当时这台电脑 我清晰的记忆的是 花了7200块钱 96年7200块钱 家里是一下子 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我记得我爷爷那年刚去世 春节以后去世的 家里边准备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 后来我爸爸跟同事 借的钱买的这台电脑 你说买这台电脑有什么用 也没什么用 当时我就是喜欢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买的 但是最后也买了 后来我问了一下 我爸爸当时为什么给我买 这话要从我出二生出三的时候说起了 以前每次寒暑假班 都报学英语的 学数学的 但是初二生初三那年不知道因为什么 不让报这类的了 但是可以报计算机 我就报了一个计算机的 当时用的是叫List310的一个机器 那种绿颜色的监视器 编Basic 什么4i等于一到几 4j等于一到几 然后可以打出一个钻石的形状 就编了这么一套程序 我挺感兴趣 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 是我小学的同学 后来初中不带一个班 我俩一块学的 学的不亦乐乎 当时我们县里边好像有那么几台苹果2 我还看了一下子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叫苹果 现在知道 那是94年95年吧 后来我就想学这方面的东西 我爸给我买了一个MD 其实就是MD的世家游戏机 但是它叫学习机 天津那边叫小教授学习机 北京那边叫玉星学习机 其实我打算买一个玉星的 大概是1000块钱 可以读磁盘 是8位的 还有软件什么的 做广告做的挺好的 我挺喜欢 但是毕竟是在天津买的 天津这边叫小教授 我提前没做过功课 说是16位比8位好 什么卡带也便宜什么的 这个那个的 就买了 当时还买了一盘 类似于格斗三人组的 这种恐龙类的横板过关的 一个游戏 它支持三个人玩还四个人玩 我那个只有两个手柄 只买了那一个游戏 还有两盘学习的卡带 这就是我唯一一个世家的游戏机 之前有两台FC 这个学习机啊 可以读磁盘 它有一个软区 自带了一个磁盘 那个磁盘呢 还有一些demo 可以调用demo 也可以自己编 我比较喜欢它自带的那个demo 可以播放一些动画 但是仅限如此 在那个时候 我比较喜欢玩SFC的那个 七龙珠和悠悠白书 也是用磁盘的 我想应该可以用吧 结果从游戏店电脑板那复制了两盘 游戏磁碟插进去 结果不能用 那时候我以为都是磁截机 而且都是16位的 因为SFC也是16位的嘛 但是一个是世家 一个是任天堂 它怎么能够兼容呢 对吧 差一点 这个游戏机或者叫学习机 就用了一年 我就不用了 就不怎么用了 没意思 里边的东西都玩透了 没什么可玩的了 学习也不爱学习 什么拼音打字 也没意思 后来啊 我爸就听他们同事说 你们孩子这么喜欢电脑 你应该给他买一个计算机 而不是学习机 你买再多的学习机也没用 于是我爸就给我买了一个 或者说准备 要给我买一个电脑 也跟我说了 我整个高三 还有高一这两年 我天天想着 因为每天骑自行车回家嘛 每次回来我就想着 我爸是不是给我买电脑了 家里边是不是有几个大箱子 这种幻想啊 其实也好也不好 然后最终终于在 高一升高二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暑假之前 在我的百般要求之下 买的这个电脑 其实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买 我也不知道 我妈问我为什么要买 买了有什么用 对学习有什么用 我说好像对学习也没啥用 但是我就想学习里面的软件 我知道有一个Footshop 好像是3.G版本 还有Word Excel 只知道这些 但是对于里边玩游戏什么的 是一窍不通 也不是为了玩游戏才买的 就是想学习 不知道为什么 最关键是我爸答应过我 就被我死缠烂打 软磨硬泡 最后答应了 我爸松口了 我妈还没松口 最后决定买了 也可能是被我打动了吧 那时候我基本上看电脑报 大众软件这类的报纸杂志 都看天天看还学习 学习了很多东西 现在有很多知识 都是在那个阶段学习来的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也有计算机课 用的还是5.25英寸的软盘 是1.2兆的 老师用的是一个486 可以给我们批改卷子 统计排名之类的 好像用的是Focus Debase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个女老师 很年轻很漂亮 好像也就刚结婚 或者没结婚的样子 扯远了 我们在微机课上 每次进去都要带鞋套的 学校里面 微机室里有很多机器 好像是木地板吧 两人能凑一台机器 我还记得有一个软件 叫TT 就是上面掉下来的字 你用键盘去打 能够练拼音 练打字 能够练键盘 我那个软盘里边 还有一个软件 叫战斧 那个时候电脑都没有音箱 但是有一个叫PC Speaker 能够发简单的声音 嘟嘟嘟嘟嘀嘀嘀的那种 就算是这种垃圾的音质 我们听得不亦乐乎 仿佛听天籁之音一样 后来才知道 那个游戏是一个不完整版 因为1.2兆的软盘 不可能存一个完整版的游戏 可能会打着打着就会死机 但至少说在死机之前 我们就下课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那时候的电脑水平 仅限如此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下集再说 就这么专门了 我们下集见